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今天给大家火技兽 是在2023年进行的中国田径公开赛 田径在玉娥混合1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火技兽的主角 就是来自沈阳的于乔瑞 现在的于乔瑞年仅才只有5岁 还只是一位幼儿园的小朋友 最终于乔瑞以16秒27的准计破纪录夺 于乔瑞是一位60米和100米双金像的选手 其实在本次60米决赛中 于乔瑞的表现就已经惊艳了全场 60米的时候 于乔瑞取在第九跑步的位置 比赛开赛 虽然于乔瑞起跑有点落后 但是于乔瑞很快就开启了自己的暴走模式 很快就实现了逆转 只见于乔瑞的后撑能力非常出色 只见于乔瑞率先冲过了准电 最终于乔瑞标出了10秒18的成绩逆转夺光 而这个10秒18的成绩也创造了于乔瑞运动生涯的新高 并将个人PP提升了0.18秒之多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其实在本次100米预赛的时候 于乔瑞也上演了金星顿破银幕 100米预赛的时候 于乔瑞处在第8跑的无影证 下一天于乔瑞的个人百米PP为17秒16 第一次起跑的时候并不顺利 或许是年龄真的太小的渔瑞过 第一次起跑的时候就有选手抢跑了 这也让他吃到了黄牌整高 结果第二次起跑的时候 于乔瑞不小心出现了抢跑的现象 不过这次裁判似乎放过他了 如果真的要划的话 第二次抢跑应该是直接红牌划出了 接下来只见于乔瑞连超4人上演的金星大逆状 最终于乔瑞标出了17秒15的成绩 刷新个人PP独第一 结果到了本次决赛 于乔瑞的状态更是爆破了 今天于乔瑞处在第4跑的无影证 比赛开手于乔瑞起跑非常不错 出来领先的汉脸中 才跑出没多久 只见于乔瑞就已经奋力冲到了第一位 本场比赛于乔瑞的最大精神对手只有他几届 接下来于乔瑞开始展现他的超强个人能力 在疯狂充斥 只见于乔瑞的步频非常快 这也让对手们一下子就被他甩开了 最终于乔瑞标出了16秒27的成绩 无许进行运货 于乔瑞不仅再次刷新了自己的个人PP 并且也打破了该项目的赛回记录 参加两个项目 于乔瑞全部都大幅度提升个人PP 100米还破记录了 可见于乔瑞的实力和潜力 只不定他就是下一个输给云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远送从此点 金山公布前 我们下期再会